好,看第一题 十二分之七除以十二分之十一 看到这个分母是一样的 我们就直接分子除以分子 好,为什么呢 因为十二分之七除改成成 后面要变导数十一分之十二 这个十二十二约掉 是不是变成十一分之七 有没有,又等于七除以十一 好,所以要选一 第二题 四分之三除以五分之三 好,除要改成成 后面要变导数三分之五 所以分子就是三乘以五 分母就是四乘以三 所以要选二 三乘以五分子是四乘以三 好,第三题 三比五大 三就是答案 答案 这个做出来答案要比五大的 好,这个 五除以十四分之十三 好,除改成成 这里变成导数十三分之四 十三分之十四比一大哦 所以这个有一 比一还多个五 然后第二题 然后第二题呢 除以十四分之十四就是除以一 五除以一就是一个五 好,第三个 五除要改成成 乘以十四分之十三 意思就是五 要把它分成十四分 取其中的十三分 那是不是比五还小 那这个四就等于五 那这个十三分之十四 是一又十三分之一 是有一个五 再加上十三分之一个五 所以第一个比五大 好,第四题 一除以八分之七 除改成成 后面变导数七分之八 所以答案就是 一乘以七分之八 等于七分之八 所以要选二 好,我们看计算题 第一题 八分之三 除 五后面要变成 甲分数 一八得八 八加一九 等于八分之三 乘以九分之八 约除以八 除以八 好,都等于一 除以三等于一 除以三等于三 就等于三分之一 第二题 第二题 五分之十七 除以 这个一样要改成假分数 七四 二十八 二十八加六 三十四 好 等于五分之十七 除改成成 乘以三十四分之七 这个除以七等于一 这个除以十七等于一 这个三十四 除以十七等于二 等于 这个都不能处了哦 七和二也不能互处 七和五也不行 那我们就分母乘分母 五乘以二等于十 一乘七等于七 这就是最减分数了 不能再约分了 好,第三题 变成一 变成假分数 一五 得五 五加三 八 除改成成 后面变倒数 八分之九 除以八等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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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和九不能处 没得约 好 那就五乘一等五 一乘九等九 等于一又五分之四 好 接下来 看这几题 第四题 被除数跟除数 都要化成假分数 好 三五 十五 十五 十五加三 十八 除以 二四得八 八加一 九 等于五分之十八 除改成成 后面变倒数 九分之四 所以 九等于一 所以 九等于二 四和五 不能 不能约 那就是 五乘一 得五 二乘四 得八 八 就等于一又五分之三 好 看第五题 六就是一分之六 一分之六 除改成成 三分之八 后面变倒数 所以 三等于一 所以 三等于二 分母是一 就不用写了 分子是二八 十六 看第六题 2,7,14,14加2,16 除以15的5,5加3,8 等于7分之16 除改成乘,8分之5 好,除以8等于1,除以8等于2 7和5不能约 分母就是7分子是25的10 等于1又7分之3 好,看下面这三题 变成加分数哦 7,6,42,42加3,45 5,5就是1分之5 除改成乘 后面就变倒数,变1分之5 除以5的1,除以5的9 等于7分之9,就等于1又7分之2 好,看第8题 改成乘倒数,3,5,15加1,16 好,这个就是1分之12 变成乘以12分之1 除以4等于3,除以4等于4 除以4等于4 好,4跟3也不能约 分母33得9分之4 第9题 第9题 12就是1分之12 好,除以8改成乘分数 1,8得8,8加7,15 等于1分之12 除改成乘 后面变倒数,15分之8 好,用3,3,5,15 3,4,12 接下来,分母1乘5等于5 分之4,8,32 好,等于6又5分之2